南郡之战 诸葛亮趁周瑜与曹仁苦战之际 派赵云智取南郡 并利用夺得的曹仁兵符 又一举习取荆州襄阳 周瑜气急 剑窗蹦裂 吐血坠马 立誓夺回南郡 请 请 鲁肃恐孙刘两家伙拼 曹操得力 自愿赴荆州游说 鲁肃身为吴臣 此来不畏私情叙旧 如若言语当中有冒犯之处 万望见谅 此境有话尽管名言 吴侯与周都督 叫我再三置以皇叔 前者 曹操引百万大兵 明曰吞并江南 实则来徒皇叔 幸得我东吴将士杀退曹兵 救了皇叔 因此所有荆州九郡 何当归于东吴 仅皇叔用计夺占京香 使江东空废前梁军马 而皇叔坐享其力 这恐怕于情于理 均不公正吧 此境乃高明之事 何处此言 常言道 务必归主 京香九郡 从来不是东吴之地 乃刘景生之机也 我主乃景生之地 景生虽枉 其子尚在 以书辅职而取荆州 有何不可 如果确为公子留其占据 尚在情理之中 而今公子远在江下 不在荆州 又如何解释 高明之地 此境要见公子福 请公子 重病在身 不能失礼 望子敬不要怪罪 岂敢 岂敢 疾病在身 不能奉陪 失陪 失陪 公子安心养病 一句话也许不当讲 子敬淡讲无妨 若公子不在 公子再一日少一日 若公子不在 则另有商议 若公子不在 须将城池还我东武 子敬之言 是也 请 请 子敬你好糊涂 刘齐正当青春年少 如何就能死去 他若不死 这荆州何日得还 大都督请放心 讨还荆州襄阳师弟 包在我身上 至今为何如此有把握 我观察那刘齐满面病态 额上清黑 一定是沉与酒色 病入膏肓 料他不出半年 必死无疑 那时我们再逃去荆州 让刘备诸葛亮再难推辞 到那时 诸葛亮若再接过托辞 又该如何 若如此 一则大都督见伤已遇 二则 那时出兵讨伐 也名正言顺可安天下之人 大都督主公围攻合肥 屡战不竭 特令大都督收回大军 速拨兵将赴合肥相助 并请大都督回柴桑养病 稀有蜀道天险 北有曹操 东有孙泉 我们不敌 唯有南辩 薄弱可攻 可令公子刘齐在此养病 并表作为荆州刺史 以安民心 再留一元大将镇守 暂保无恙 然后举兵南征 去长沙贵阳0050 广及钱粮 亦未根本 四郡中当先取哪一郡 相将之息00最近 可先取之 然后取武陵 相将之东取贵阳 最后取长沙 刘备诸葛亮率大军南征 首取零零 零零太守留度 闻风而降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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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凭备一得 赂阳郡何人敢取 我愿前往 我愿前往 忠使子隆先应 子隆去取跪阳 是 郡师好骗心 我不要人相助 只單獨領三千人馬, 溫泉城池 我一直領三千人馬 先替 二人相爭, 恐傷何起 不如抓交 您找到便去 如何 來人, 備紙焰 是 三哥 好 有黑點兒者公跪洋 來, 給一個 來 來 軍師 一德不必生氣 貴陽雖有子龍去取 上有武林郡無人前往 不知將軍可願取此城 早知如此, 何必爭奪呢 領兵工程豈是兒戲 二位若去奪城, 須先寫下軍令狀, 方可出征 是 是 太守, 劉備若犯我敬, 我二人願為前部 劉備乃大漢皇叔, 更見諸葛亮多謀 關於張飛皆萬人不敵 今領兵工程之趙雲 當初在長板破萬馬叢中, 如入無人之境 貴陽人馬不多, 莫如… 莫如開城投降 以保城池, 使百姓滅於戰火 包龍也願出降 那就照此辦吧 是 趙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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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將軍… 將軍姓趙, 我亦姓趙 五百年前何是一家呀 將軍乃是真定人, 我也是真定人 又是同宗, 又是同鄉 倘若將軍不棄, 屈尊與我結為兄弟 實為萬幸 太守之意, 正合我心 來人 在 百姬平 是 將軍, 請… 請 我長天在上, 我長山趙子龍 願與趙太守結為兄弟 同感共苦, 生死相助 我長山趙范, 願與趙將軍結為兄弟 同感共苦, 生死相助 我長山趙范,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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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母早桑有五兄弟姐妹, 今天遇上賢弟, 使我又多一親人也 是 我雖有一兄, 卻已棄世 從此我看待將軍, 便如同親兄長一般 好 請 我與趙將軍已結為兄弟, 是自家人了 來, 快與趙將軍針酒 這位趙將軍就是當洋長板坡, 威震曹君之趙子龍 請 請坐 快請坐 先弟 何…何處女子 請坐 家嫂凡事 不知嫂夫人家到, 雲有事敬重, 萬王見諒 兄長何必客氣, 來…快坐下飲酒 嫂夫人在此, 趙雲不敢入座 不知嫂夫 這… 這… 不知嫂夫人家到處再過去就行了 不知嫂夫人家到處女兒的地方, 先把城市放有建案 这其中有个缘故 家兄弃势三年 家骚挂居终非了局 弟常劝其改嫁 可是他说 必须要三剑式俱全之人 方肯驾之 第一 要文武双全 明文天下 第二 要相貌堂堂 威夷出众 第三 要与家兄同姓 谁料这世上竟有如此凑巧之事 兄长堂堂仪表 明镇四海 又与家兄同姓 正合我嫂所言 将军若不嫌家嫂冒丑 我愿陪家资与将军结累一世之亲 岂不妙哉 一派胡言 我与贤弟结为兄弟 贤弟嫂及我嫂 岂可作此乱人伦毁刚堂之事 将军若不愿意 可以直言 为何动怒呢 我堂堂丈夫 岂是道玉妾香小人 你 我好意待你 你却这番无礼 太手 太手 快快退下 退下 赵太手为妻嫂作美 也是桩美事 子隆何必如此 赵范既予我结为兄弟 既若取其嫂事 必惹世人唾骂 此其一业 妻嫂再嫁便师大劫 此其二业 赵范初祥 其心难策 此其三业 主公心定江汉 立足未稳 云安敢为一妇人 而费主公之大事 既大事已定 我与君师为你作美 子隆取之如何 天下女子多矣 赵云胆控名誉不利 何患无期 子隆真丈夫 赵范进见 请 皇叔 皇叔军师祭道贵阳 可为何不进城呢 赵太守不必客气 君务在身不可久留 来日再行拜访 赵太守 子隆辜负辱一片美意 也有他的想法切勿见怪 赵太守不贵了 惭愧 惭愧 赵范现成有功 仍为贵阳太守 谢皇叔 贵了 真想不到大哥与军师 这么快就来了 你只率三千人马来取武陵 军师放心不下 故随后赶来 没料到义德早已破城了 我与那太守未战几何 他便败战回逃 不想布下龚智 从身后将他射死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公智现在何处 在城里整理就赎 我看人可封公智为武林太守 请 主公 子龙一得又得二郡 云长怕在荆州坐不住了 二弟若得知的几日已夺二郡 你一定会前来请战功去长沙 此事何必烦劳二哥 我明天就奔长沙 官将军到 二哥, 你真会挑时候来 二弟, 大哥, 军师 云长, 二弟, 快坐下 请 云长 云长不留守荆州 来武林为何 我来看望大家 别来为我二哥了 有功大家立马 二哥 攻城沙 是你的了 军师大哥 关于星夜赶路奔来 请战夺起长沙 以不华容道之过 万望容我戴罪立功 不华容道之后 只是荆州重地不能无大将守卫 此事好办 我今夜就替二哥去守荆州 那就由云长去攻去长沙 好 对 军师大哥 关于何时出兵征讨 云长日夜赶路十分辛苦 歇息一两天不放 只是此次征战长沙 事关重大 切不可轻敌 长沙太守寒玄 性情暴躁轻易杀戮 民怨慎重 本不足道 只是他手下有一员大将 乃南洋人 姓黄 明中 自汉升 当年是刘表帐下的中郎将 后与刘表之职 刘盘共守长沙 后世寒暄 这皇忠虽年已六巡 却有万夫不当之勇 且闻韬武略 无疑不惊 云长此去许多代军马 前时子龙取贵阳 亦得取武陵 军代三千兵马 云长此次率兵一万 千万小心从事 军事过滤了 皇忠乃一老族何族盗哉 冠羽不须一万兵马 只率本部五百名孝导手 定战皇忠寒玄之首级 限于会下 大哥 若是军师放心不下 我与二哥同去 看那老家伙如之奈何 二弟万万不可轻敌 还是大哥尽管宽心 军机紧急 我就此告退 我送送二哥 请 请 太守大人 关羽率部聚成旨无礼 据说这关羽 当年千里走单旗 过五官斩六将 神威无比呀 主公无需忧虑 只凭我这口刀 我这将功 一千个来 一千个死 走 老将军 何须老将军出城 为阳陵也能活着关羽 为阎原出城进战 你方投奔来此 且不知道我手下强将如云 还轮不到你厉头功 来 杨凌 在 你率一千兵马 出城交战 是 红脸贼 竟敢冒唤我城上 老爷杨凌来引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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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少 待我出城捉拿官允 好 来将莫非就是黄忠 既知我明 怎敢来犯我惊 何来屈辱首极 走 偷兵 我正欲擒官允 何故明金 官允神勇 将军今日劳累 我恐将军体力不支 是呀 好 明日再战 定将军羽斩于马甲 军羽 快快出阵 以我决意死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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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拖到锦石兰去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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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将军 为何突然栽倒啊 此马九步上阵 故二失敌 来人 在 将我的青宗马牵来 送于老将军 是 哦 谢太守 老将军 剑法精妙 百发百中 何不设他 太守说的是 来日再战 我将诈败 将其幼稚吊桥 而设之 来日又要恶战了 老将军为何独饮苦酒 是文长 来 坐坐坐 我即日间仔细观战 顾知老将军所虑 文长 难得关允长如此义气 他既不忍杀害于我 我又安忍将他射死 若不设 又恐为了太守将领 老将军 不可胡言 老将军 可这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 老将军 万老将军 散死 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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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赢 赢 此事不撤 还胆何事 黄汉胜有百步川阳之绝技 今日只设亏英 是报昨日不杀志恩 义在 快与我绑了 是 干什么 皇忠无罪 皇忠无罪 我仔细观战三日还敢欺我 辱前日不立斩 必有私心 昨日马施前提 他不杀辱 必有沟通 今日两番虚设 第三件却只设他的亏英 此乃通敌之罪证 太守你 若不斩辱 必为后患 刀副手 是 拉出城外 斩首之中 是 是 皇忠 身为汉臣 死而无汉 我太守太神 谁再告免 谁再告免便是老贼通党 斩 太守 皇汉生乃长沙之保证 今杀汉生是杀全城百姓也 你 你 来人 快将叛贼魏严给我拿去 是 仲将军 韩玄残暴不仁 清闲万事 早当出之 愿随我者便来 大 文堂 万万不可 快快落下吊桥 大开城门 迎接官将军进城 请 魏严拜见皇叔 朱葛先生 魏将军快快请起 多谢皇叔 大哥 君师 是魏将军到战韩玄县城 还是魏将军率众 救下皇老将军 好 来人 在 将魏严拿下 君师 这是何故 魏严 乃有功之人 君师 为何如此 拾其路而杀其主 是不忠也 举其地而献其城 是不义也 如此 不忠不义之人 何以为臣 故先斩之 以绝后患 先生 君师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若杀此人 恐降者 人人自卫 望君师饶恕 你 今后在主公帐下 勿生一心 如若不然 我好歹取你手机 多谢先生 好 映茶 大哥 黄老将军 不仅神勇 且忠义无比 自长沙失守 整日闭门谢客 我几次登门拜访 均被拒之门外 只叫家人传出话来说是 修作相将 修作相将 如此侠干义胆忠义之事 只有主公亲自去庆 不仅神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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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黄老将军这是为何 自从长沙失守以来 他天天都是如此 他总是说愧对苍天 黄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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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中军 将军 刘备 诈格亮等人誠意请求 终于归顺 刘备自此又得一元大将 夺取零零 武陵 贵阳 长沙四郡 使得诸葛亮利用曹操赤笔兵败 无力南进 孙权全力攻打合肥之计 乘机向南方扩展地盘的战略计划 得以实现